跟主技術的同仁,主筆去核实 所以是核实简列 是的 再说一遍,确定核实简列 向委员报告,我们是根据97年的执行数来编列 所以目光如斗嘛 目光如斗嘛 基础错误嘛 就让你误以为核实简列嘛 我们来看一看 你3258亿,今年增加了10亿 但是因为105亿是做健保欠费 所以其实受服预算的部分少了94亿 我们举其中身心障碍者预算 少了多少亿你知道吗 很少,只少了7亿 所以你会讲说核实简列没问题 本席告诉你 部长 身心障碍者 你用去年的执行率来看 你看不出全貌啦 本席在这里给你10年发展趋势的资料 10年来 身心障碍者人数 平均增加的幅度 高达平均成长率39.83% 而10年前90年的时候身心障碍者预算 99.4亿 明年的预算 只有99.8亿 10年来 身心障碍者总人数的成长率 39.83% 预算的成长率是 0.004% 这样叫核实简列哦 部长 我们来看 自闭症患者 10年来增加第一名 成长率高达426.2% 成长了4倍 第二名是失智症者 最难照顾 他们自行照顾的比率 根据你们民国89年所做的研究 失智者自行照顾的比率 低到只有7.1% 很可怜 他的成长率 10年的成长率 却是 242.5% 2.5倍 第三名是 慢性精神疾病 10年成长率 110% 部长 10年的展望告诉你啦 什么叫做核实简列 简直是胡扯 谢谢委员的指教 谢谢委员的指教 你完全没有反映 10年来身心障碍者社会福利的预算 完全置外于需求的成长率 你想想看 这种需求的成长率 多么的大 报告委员 我们现在不是编10年以后的经费 我们在编明年的经费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去年的增长率 我真的是无言以对 我真的是无言以对 你只看去年的话 好那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 10年前 身心障碍者人数除以你的预算 每一个人一年 平均每人 每年分配 政府所可以照顾的 这个经费 跟现在来比 我们今年度 或者以你明年度的预算来看 比10年前 每一个人少了 3717块了 你的简列 目光如斗 只看你的执行数 而你的执行数 根本没有反映实际的问题面 然后你在这里跟我讲说 我不必看10年 怎么可以有一个部长 告诉我说 我不看10年呢 你不看10年 好 你就只看一年 你知道吗 你以去年的执行数 根本也没有反映 这种社会需求的成长率啊 部长 不要硬拗 不要硬拗 担负起 除了政治的角色 担负起 你作为全国 社会福利业务主管 总统的首席 幕僚的这个角色 你是全国社会福利工作的 一个最重要的火车头 除了你 我们还能依赖谁 是不是能够让委员 也听一下一个资料 所以今天 98年度深心障碍的福利的 编列45亿 地方25县市 总共编列245亿 总共是290 比10年前的88年的下半年 还有89年的1.5亿 你跟教育部一样嘛 成长的2.7倍 你就只做账面功夫嘛 今天教育部也是 当媒体说 他的预算缩水了105亿的时候 他把所有的学务基金 自筹的也算 所有地方的也算进来 无法预估的也算进来 以后做了另外一本账本 换一本账本 就能够支援其说吗 换一本账本支援其说以后 就可以把这个问题丢下不管吗 本席告诉你的当自闭症 当失智症者 当慢性精神病患者 这一些 尤其是心智障碍者的成长率 竟然是高达数倍之多的时候 你给我的答案竟然还是在凹这些硬邦邦的 向委员报告您必须把那个设算给地方的部分再扣掉 然后再回头看中央的经费 所以如果要看的话 要把这两边都加起来 然后看他这个年度跟三个年度 到底是增加了多少 部长 地方更没有钱放在这上面 地方更没有钱放在这上面 中央设算给地方就是要做这个工作用的 部长 第一个 从今天开始回去 要求你的所有的同仁 有关于身心障碍者监测的系统全面改造 你们没有把心智障碍跟肢体障碍分别建立指标体系跟监测体系 长期以来有关于肢体障碍的部分 其实你的预算还是锁水 但是至少它的辅助体系 由于这一二十年的专注 它达到某种程度的成熟 但是 有关于心智障碍者整个社会的辅助体系 因为你没有独立监测的体系 跟独立的统计指标的体系 在这个部分其实是相当的是一个处女地 所以向委员报告 我们今年所侦办的那个3300万 国际健康功能金身性障碍分类系统的委办 不就是要做委员所讲的这件事情吗 不然 你现在在这里 你应该答应我 我们有这个委办 我们将会做这件事 而不是说我们委办就是要做 你们的委办年年做 只有89年的时候把它分开 本席看过很多年的报告 民国89年的时候你们还有分开 你可以看出不同的趋势 也就是因为民国89年的时候 你们分开来看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十年的成长 可是向委员报告 如果说这个是国际标准的话 我们也不能勉强我们的学术团队 所以当你还不知道的时候 当你还不知道的时候 就不要在这里又说可能 我没有讲我知道 但是我们这个才是要开始委办 所以我们说让这件事情 让我们的学术团队 让庄家来研究 而不是我们在这边 国际上这些统计 也可以是分开来统计的 而且必须是分开来统计 可是我并不建议就是说 我们用政治的力量去介入学术 让学术必须听我们讲分开或合并 我们应该让他们先研究 各国是怎么做 然后这个报告案提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做一个决定 其实